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桃园航空城的安置住宅1926户 已经全部完成了发包 预计在后年的10月份可以点交 开放安置户来入住 而市长郑文灿指出 安置住户的基地 有住宅的基地就位在了捷运站的附近 生活机能是非常完善 但这价格大约是只有市价的八成 桃园航空城在去年11月动工 目前进入实质建设阶段 市政府对于拆迁户安置 采取先建后拆的措施 目前安置住宅1926户 已经发包完毕 最快可以在后年的10月 开放符合资格的拆迁户入住 安置住宅主要位在机场捷运 A18站和A11站 以及捷运绿线G17站 交通相当的便利 那所以总数呢已经接近 快要2000户了 那我想应该是足够 请地震局跟都发局来检讨 整个安置住宅的数量 那目前安置住宅 它都是选择在捷运站的周边 所以未来的交通跟生活机能会很方便 安置户购买安置住宅 可以用成本价购买 相当于市价的八折左右 选择安置住宅的民众 可以透过安置住宅的选购 用最平价的方式 得到安置住宅 其实我们大约是打八折 而且我们是用成本价计算 所以跟目前市价有相当大的落差 所以我们我想这也是 我们让居住权利 能够得到确保的一个方式 安置住宅各基地 采取统包的方式招商 建筑设计要取得绿建筑和智慧建筑 以及耐震和住宅性能评估等 以符合无障碍 居住空间通用化等标障的认证 房型分成了四种 大小从25平到55平之间